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今天的新闻首先聚焦于特朗普自行宣布圣选 全球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祝贺 尤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称这是美以联盟的新开端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期待特朗普的任期能够促进公正和平接触 我们看到随住特朗普的胜选 人民币汇率出现剧烈波动 市场担心将来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 这导致香港股市大火下跌 投资者情绪受到影响 最后中国外交部对于巴基斯坦发生的中国公民遇袭事件表示关注 并要求八方全力查案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称 特朗普自行宣布胜选后 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祝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是特朗普历史性的回归 并期待美以联盟的新开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特朗普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 表示祝贺 并希望特朗普的任期能推动乌克兰走向公正和平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其他欧洲领导员也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 强调了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 北约新任秘书长更是期待与特朗普的合作能加强北约的力量 中央社报道了在美国总统大选后 人民币因市场波动而极具贬局的情况 随着特朗普的选票领先 人民币对委员汇率一度跌破7.15 创下近几个月的低点 市场担忧特朗普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导致美元指数飙升 人民币急剧下跌 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并影响全球贸易伙伴的货币价值 使得人民币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 在另一起事件中 中央社报道中国两名公民在巴基斯坦遭遇枪击受伤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关注 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督促巴基斯坦全力救治伤员 并尽快查明事件真相 这是今年第三起涉及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 显示出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外交部强调将与巴方保持密切沟通 确保在巴中国公民的安全 中央社报道 针对菲律宾官员指责中国在南海的侵略性行为 北京回应称 这要武力和调动对抗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破坏地区稳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主权 并强调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应促进和平 与此同时 菲律宾三方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指出 在最近的联合海军演习中 并未见到中国采取侵略性行动 显示出演习期间的平静状态 但岛电视台报道称 澳大称澳大称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 希勒警告 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正在形成一个新轴心 这对西方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 他指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军民党用援助 以及伊朗和朝鲜的支持 正在使得这一轴心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希勒强调西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一战略发展 尤其是在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 这种局势无疑加剧了全球的不稳定性 中央社还提到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宣布将重返白宫 专家分析认为这不会显著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无论是川普还是民主党候选人 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显示出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高度共识 专家指出川普的胜选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的疲惫感 未来中美关系可能会在经济上面临挑战 但地缘政治压力或许会有所浅清 这对于台湾局势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中央社报道 香港股市一市场对川普当选的担忧而遭受重创 恒胜指数下跌468点 收报20538点 市场突变预期川普上任后 可能会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更加紧张 进而影响港股表现 开牌时 横指一度在高点徘徊 但随着川普开票礼金的消息传出 股市开始下跌 下午一度跌幅达到645点 最终收盘前稍有回升 成交量也达到近期的高点 青岛日报报道了一起悲剧事件 广西贵港市的刘女士 在瞒着丈夫的情况下 贷款进行整楼手术 结果在24小时内连续接受了6次手术后猝死 刘女士在南宁市的某门诊部进行了多项手术 手术后不久便晕倒 被送往医院时已无生命迹象 经过调查法院判决设施医疗机构赔偿 刘女士的家属五十强万预 揭示了整楼行业中的隐患风险 中央社再次提到川普当选的相关消息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并强调美国的内政不应受到外界干预 对于川普可能提高对中国的关税 发言人毛宁表示 对美国的选择和平共处的与美国的关系 尽管川普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 但中方会在正式宣布后根据惯例处理相关事宜 中央社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进行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得票率持续领先 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 离二人的投票率 在人民币一度贬破7.19 单日跌幅超过900点 而在人民币也跌破7.17 美元指数因川普的领先而飙升至四个月来的新高 市场对川普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担忧加剧 造成人民币贬值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 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将受政策和经济数据的影响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回应了有关川普当选 表示中方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毛宁强调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 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并对川普可能提高对中国关税的假设性问题不予回应 外交部还重申了中国在禁毒方面的努力 并指出美国毒品泛滥的根源在于自身 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 他明确表示如果当选将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高额关税 特别是针对芬太尼问题的进口 特朗普的强硬立场引发了外界对中美贸易关系未来走向的关注 根据媒体的报道 特朗普已获得至少270张选举人票 胜利似乎已成定局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 星岛日报报道 台湾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在讨论财政收支化分法约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国民党和民进党立委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 国民党女立委陈玉珍在冲突中声称自己的牙齿被打断 并在记者会上展示了受伤的情况 冲突的起因是国民党立委试图保护会议主席 而民进党立委不满其行为导致双方爆发口诀和推散 事件的混乱程度让陈玉珍一度被压在桌上 最终在同僚的保护下才得以离开 冲突前一天双方已因电梯事件发生拉扯 显示出立法院内的紧张氛围 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 《青岛日报》分析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复杂关系 特朗普时而称赞习近平为出色的人 时而又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专家认为特朗普的强人作风可能更符合习近平的口味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并不一定会对中国更加友好 专家指出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会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在贸易和能源政策方面 特朗普与习近平的直接沟通历史 使得两国在政策上可能更容易进行互动 但并不意味着会达成共识 特朗普在此当选后 他将继续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 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以保护美国企业和工人 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将持续打压和遏制 但他可能会减少与国际盟友的合作 导致中美贸易战的升级 专家们普遍认为 特朗普的政策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市场保护主义 这对中国经济将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和政策走向 可能会让中美关系在未来更加紧张 双方的贸易摩擦也将不可避免的加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收看一场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